大陆全国人口普查 数字出来了 这次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总够大陆现在的人口是 141178万人 跟2010年第六次普查 也就是差不多11年前相比 增加了7206万人 增长率是5.38% 好 重点来了 第一 人口成长趋势已经横缓了 大陆现在面临了一个人口增长幅度变慢 所以将来人口红利有危险 一个社会里面年轻人的比例如果下降 老年人的比例上升那对这个社会当然是有隐患 所以大陆要急早开始准备注意 第二点 看到什么 这一群疯狗 这些以美国为首的这些疯狗 一直在讲中国 说中国对于新疆维吾尔人如何如何 拜托 却整个中国都知道 大陆对于少数民族是怎样扶持 我这一趟到新疆去更是看到这样子 从扶贫的角度 从扶持少数民族的角度 从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角度 我觉得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比不上大陆做 我觉得有底细讲这个话 我所看到的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古城 不管是针对人口结构 不管是针对文化传统历史 大陆是竭尽作能 在扶持维吾尔人 那这个人口普查里面 少数人口的 那个人口增长率是8.89% 而以整个中国来讲 汉族是最多的 那整个中国人口增长率呢 是5.38% 全部5.38% 但少数人口增长比较多 所以增长是8.80% 光是这个比例 就足以打脸 这些不要脸的西方的风狗 这个西方是包括日本跟印度 因为日本跟印度都认为他们是西方 他们可不想做黄主人 这个是人口普查这个数字 让我们看到 今天还有一个爆炸的事情 这个爆炸不是大爆炸 这个爆炸是小爆炸 这个爆炸是对于台湾的两面人的爆炸 就是技嘉事件 技嘉的官网上面是简体字 所以这个 这个是大陆的官网 在微博上面的官网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他坚持台湾制造 质量严格控管 不同于其他品牌 选择低成本 降低质量的方式 请中国代工制造 后面 身为台湾在地的笔电跟零组建制造公司 坚持90%的笔记本电脑 都是台湾在地制造 这一段是什么 他在微博 微博使用者 但95%以上都大陆 这没话讲 所以他这个是面向大陆说的 技嘉跟华硕 是台湾的两大主机板商 我承认品质都非常好 一级棒 那后来他们都分别开始制造 笔记型电脑 当然有做台式电脑 也就是桌上型电脑 最主要的笔记型电脑 华硕跟技嘉 都非常的倚重大陆的市场 台湾才2300万人 你市场多大 大陆14亿人 你抓到一丝半里 市场都很大 要不然的话 他干嘛在微博上面 用简体字 发表一个说法 说他自己多么好棒棒 但这个说法 几点 第一个强调台湾制造好 我这个没意见 每个人都可以说 我们四川制造好 我们江苏制造好 我们台湾制造好 每一个人说自己好 OK 那第二点 他要说 他要贬低 降低质量 低成本 降低质量的方式 请中国代工制造 这句话在贬低 中国制造 坦白讲 大陆的代工厂 有非常低价 有非常粗质烂造 有非常恶心的 真的 但是有非常高端的 你干嘛只讲低成本 你如果出得起高价 在大陆 你可以找到非常好的代工者 所以你说低价 粗质烂造 你要把中国制造等同于粗质烂造 这个我完全不同意 非常有意思 这他强调第二点 这他强调的第二点 就是中国制造等于低成本 粗质烂造 这个 百分之百 不能同意 第三点 他潜意识呈现的是什么 就是台湾是个国家 大陆是另外一个国家 叫做中国 所以台湾跟中国 不相隶属 他这个说法呈现了反华 辱华 脑残 排毒 季家 季家不是第一天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你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有好几种可能 我相信 季家绝对不会是恶意 故意要这样搞 因为他火速出来道歉 但他道歉我觉得一点点不诚恳 他说什么 他说 有些说法 绝非事实啊 然后引起大家的不适 不适就是不适应 不舒服 这个不是不是的问题 不是不舒服的问题 这个是是与非的问题 这是你认知错误的问题 这个是你没有中国心的问题 这个是你台独的问题 是你辱华的问题啊 你怎么轻描淡写 讲成是不是呢 你在吃大陆饭砸大陆锅 别人外国厂商是吃中国饭砸中国锅 你身为台商 你是要干嘛 混了你季家可以去做外国厂商 你不是台商吗 台商就中国人啊 我搞清楚这个关系好吗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可悲的事情是我不知道 这个微博上面的官宣啊 写的人批准的人 是不是都台湾人 是不是都台湾的年轻人 是不是都是受到台独毒害的那些台湾年轻人 那你居家要有人来把关呢 把关把到这样子 而让自己倒下去 我觉得也无话可说 大陆现在是不可能容许 你一方面吃大陆饭 砸大陆锅 搞台独 海辱华 有这样子的吗 短白讲 这个台湾人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我觉得台湾人现在真的要搞清楚 很简单 支持台独 亮底牌支持台独 然后大家就决定 大家是有是底 不要搞双面人 不要在台湾摆出一副 我追随台湾主流 追随台独的脚步 然后在大陆又想要掩盖 这样我就觉得 以前也许可以 现在很难 只是说 台湾从上到下 一意孤行搞台独 搞着搞着 你不但是玩掉一家公司的前途 玩掉一家人的前途 你是王导 你是把整个台湾的前途给玩掉 你是要玩掉多少人力 你为了要反华 为了要搞台独 为了抱美国大腿 你要逼着台湾人吃莱克多巴胺 台湾人不肯吃 结果就逼着军队吃 现在被人家抓到了 因为军队里面有军人拍到说 你送到军队里面的猪肉 上面怎么写 Made in Taiwan 然后又同时又Made in USA 那你怎么回事 是从美国进口以后 在台湾再加工 然后送到军队里面来 结果现在实锤了 出来承认了 对 台湾的军队 从2020年第一季 二三月就开始吃美国猪了 天哪 所以进口到台湾的猪肉数字 已经证实了 确实进口了很多 美国莱克多巴胺猪肉 但是去向不明 台湾的卖场上 又不准你标示 从美国进来 每个人都标榜 我是卖台湾猪 那请问那些美国猪跑到哪里去 所有的政策 都是为了要帮美国人擦皮 哪有说我买一块猪肉 我还不能够知道 我吃的是美国猪 还台湾 这样的吗 这样还叫民主吗 还叫自由吗 还叫开放吗 这叫做不要脸 但我们讲这个东西已经没有用 所以台湾人你决意 你就要为了台独 去做自杀炸弹客 那也没有办法 苦口婆心一直讲 一直讲 讲了半天 没有用 就是没有用 我说现在全球 已经形成一个反华的集团 这个反华的集团 已经像疯狗一样 不需要试试 我每天打开报纸 打开手机 就是新的一轮的 对中国的污蔑 栽赃 破分 他们人家底子很厚啊 美国在撒钱啊 无所不用其极的撒钱啊 你只要羞辱中国 只要破分中国 我就有荣华富贵 我就有钱拿啊 各种各样的人 媒体人 学者 文化人 政客 广告商 企业家 任何人只要反中反华 破分中国 就有好处 其实最近啊 澳大利亚 他卸任的总理 他是一个种族主义 很强烈的人 那前任的总理是陆克文 陆克文就写了一篇公开信来骂他 说你澳大利亚 你要这样介入中国的内政 你要打台湾牌 你要明明白白要去 帮助台湾去独立 你这是破坏一个中国 你会把澳洲带入危险之中 因为你介入中国内政 陆克文搞不清楚 你为什么要这样搞 来看看 最新的澳洲的总理莫里森 接受墨尔本一个电台直播的访问 他说我们澳大利亚 一直旅行支援美国跟印太地区盟友协议 好了 他算是真小人 为什么 他直接了当告诉你我干这些事情就是因为美国 我要符合美国要求我的印太战略 懂吧 这美国 然后他说澳洲政府对台湾政策将坚定不变 如果中国武力侵犯台湾 澳洲将会履行支援美国跟盟友的承诺 这个人叫做无耻无底线 什么叫做对台湾政策坚定不变 你给我讲清楚 澳大利亚跟中国建交的原则 是不是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是不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如果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有什么台湾政策可言 你的台湾政策要不要跟北京商量一下 再来 大陆如果跟台湾发生 不幸发生了战争 只有再一个前提 就是统一无望 台独在你们这些白皮猪的帮助下 会成真 那你凭什么去支持台独 你只要不支持台独 台湾只要没有台独之可能 就没有战争之可能 所以澳大利亚是在放什么皮 澳洲的金融评论 在头版跟内页 大篇幅的看什么 看台湾吴昭燮 他的专访跟分析报道 我告诉你这种叫做什么 这种叫做公关业配 台湾花一笔钱登广告 给你这笔广告费就包含 我要专访 我要分析 我要怎么样 连版面我都给你支持 写得好好的 所以我告诉你 只要搞台独 只要搞反中 就财源滚滚 我当然继续搞嘛 台湾的台独 从老百姓身上拿到税收 拿到这个税收 拿去收买外国媒体 拿来支持台独 拿来买军备 拿来反中 这种游戏有什么难呢 好 那吴昭燮了 吴昭燮大家都知道 他说 这个标题就叫做 澳洲需警防台湾海峡战争 这个广告案还包一个 要做社论了 陆克文的公开文讲的 非常的清楚 你莫里森政府 一直在关西台湾的事情上 草率的评论 你在政治上很幼稚 你会损害到澳洲的核心意义 那你赤裸裸的看到台独 怎么样花钱 怎么样搞 所以媒体也是一样搞啊 澳洲前国防部长 叫做派恩他还投书 媒体说 要对中国的紧张情势要警戒 而不是要惊慌 这个是澳洲 其实每一天我们来看 每一天每个国家都轮流表演 今天轮到我了 我来表演一下 明天轮到他了 他来表演一下 每天大家都要来表演 支持江独 支持港独 支持台独 然后表演 我今天有反中哦 我今天有修理华为哦 懂了吗 然后排队领赏 金融时报 这个是financial times 我伦敦的 你知道英国跟美国是怎么样绑在一起 他说 中国企图成为全方位的超级大国 积极拓展 太空领域跟美国竞争的态势明显 我问你神经病 我们中国14亿人口本来就是个大国 我们没有要干嘛 我们就是想好好活着 不行吗 他说中国在太空领域野心勃勃 奇怪了 你欧盟可以搞太空 美国搞太空 俄罗斯搞太空 我们中国不行 连印度啊 印度阿三都在发展太空 所以我们中国人 我们不能啊 我们不能有科技 我们不能够有航天啊 是不是 是英国人的嘴点 你也太有心了吧 他说试图建立足以与国际太空战 抗衡的太空战 建立卫星定位系统 废话 我们不能有北斗吗 你当年欧盟欧洲你还搞我们啊 耍我们一手 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北斗 我们还是用美国的GPS 关键时刻你又把GPS关掉 我们中国就任人宰割了 他问你神经病 我们当然要发展我们自己的 然后他说 要建置最大口径的望远镜 也致力于成为继美国之后 第二个让探测车登陆火星的国家 你看这个口气 是多么的酸溜溜啊 我告诉你英国 你就是个三流国家 连二流都攀不上 因为你很恶心 你要做 不要说跟中国这种一流国家比 你要跟二流国家比 起码还要有一丁点的良心 你没良心嘛 没良心只好做三流国家去 那你Financial Times 就是为伦敦跟纽约的这些资本家 华尔街 伦敦城的这些资本家们 所服务的一个报纸 所以少来啊 他说中国跟美国能够合作的领域 已越来越少 太空事业更是几乎从一开始 就是竞争状态 美国2011年就通过法案 禁止NASA跟中国科学界合作 让中国被排除在太空国际站 不是中国不要跟其他国家合作 是其他国家在处处排挤中国 制约中国 抵制中国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不希望中国活着 这很简单 中国只能够自立自强 靠自己杀出一条鞋 有一个智库就是那个专门搞中国的 叫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这是一个非常反华的 跟美国中央情报局关系匪浅的一个智库 太空领域专家 哈里森说 哈里森说中国有能力瘫痪美国军用商用民用 卫星不论低空高空破坏 误导美国的卫星定位系统GTS等 是美国军方的真正威胁 懂了吧 只有美国瘫痪中国才可以 中国但凡有自保的能力 但凡能够走出去就叫做威胁美国 事实上只要中国活着 中国自立自强 中国国态民安 中国有科技 就叫做威胁美国 这个是他们真正的努力 不允许中国人活着 不允许中国人好好生活着 不允许中国人探测太空 中国只能够束手就擒 你只要不束手就擒 就叫做威胁美国 我们认为你中国就应该要乖乖的 听话 我要你穷 我要你脊弱不振 我要你跟满清末年 跟民国初年一样 任我们宰割 我们几个国家 我们商量好了 我们山东 可以从德国人手里 直接交到日本手里 你中国领土就是我们的 砧板上的肉 你怎么中国可以富强呢 你怎么中国人可以吃饱呢 你怎么中国人可以进步呢 我不允许啊 懂吗 我要你新疆 要每天爆口 每天 有恐怖分子 有江族分子 有我美国训练的这批人 潜入新疆 让你新疆闹得鸡犬不宁 怎么新疆被你中国政府治理的这么好 这太不像话了 是吧 怎么你台湾 不赶快独立建国啊 怎么你北京 把香港弄得服服帖帖啊 我们叫你们听话 你们怎么不听话呢 我们要把你中国分成七块论八块论 分一分 我们好控制啊 懂吧 所以 真的不必 期待 你们为什么不了解我们中国 错 这些高层 别的国家的高层 他们比你比我还要了解中国 他们只是不希望中国活着 所以必须要说谎 栽赃破分 他们要去洗脑他们的老百姓 顺便 14亿中国人只要有一成 傻笨蛋 会听信外国 那就是一亿四千万 所以他们控制国际舆论 要形成全世界的人 要让全世界的国家的老百姓 都认为中国很不好 所以我们很简单 不必指望他 但是我们要用真相说话 我们要不断的说 不断的说 不断的说 我们要一再的说 要把真相 尽其可能的传入出去 我们不要承诺 多讲一次就讲 这等于我们的武器 又多了一个自贷 真相 是最好的自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